各位同学,今天老师在这边要教导你们如何去画圣诞老人 OK,那么呢,我们呢,在我们的纸的,这边是我们纸的中间嘛 那么,我们呢,就写一边 好,纸的中间,写一边 那么在这一边呢,我们呢,先画一个圆形先 OK,所以老师这边呢,就画一个圆形 老师现在用的笔呢,是2B 所以同学们,请你们不要用自动笔来画画哦 所以我们要用铅笔 画好了这个拖延形之后呢 拖延形也行,有一点圆 因为呢,趁大老人是胖嘟嘟的 所以呢,我们呢,画一些拖延形 但是呢,它稍微有一点圆 OK 那么好了之后,在中间 这个圆形的中间这边 我们呢,就画一个圆形 我们画圆形呢 可以像老师这样子一笔一笔的画 不必说,一定要一次过,一次过,画完 OK 我们画好了这个是圣诞老人的笔子 好了之后呢,我们呢,在这边 OK 的对面,我们呢,画骨子 OK 好了之后 我们呢,大概就是这个笔子的中间 这边 我们呢,就分开来 我们画圆形的老人的笔子 这边的老师呢,下笔会重一点 因为我怕小朋友们看不到 OK,画好了核子之后呢 我们呢,在这边就画了 这个 嘴巴 所以啊,在这边 我们真的老人的眼睛呢 老师就画给他是圆形的 椭圆形一点 就是胖嘟嘟的 椭圆形 所以又有一点像圆形 又有一点像椭圆形 又有一点像椭圆形 接下来就是画他这边下面的笔子 所以就在这边 我们大概 笔子 OK 所以 如果说小朋友们画得不准 那么呢,可以多画几笔 这样子 所以呢,当我们的脸上有长笔子的时候呢 那么 这边,我们的脸这边呢 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小朋友们 就可以拿 交叉 把这边 把这边 不要的线条擦掉 OK 好了 之后呢,我再画 圣诞老人的帽子 好 所以我们头上戴上帽子了 就大概是那个 圣诞帽 这边有一些 白色的 好像棉花这样子的 OK 好了之后 这是戴上去的 这边呢,它会稍微它的额头被遮到 好 额头被遮到 所以呢 这边呢 它头上这边被遮到的呢 我也是用elazer把它擦掉 够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 画 OK 帽子 它斜向一边的 好了之后 这边呢 我就画一个圆形 OK 那么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接下来画 圣诞老人的身体 他的身体也是圆圆胖胖的 好 所以呢 我在这边 我在这边就画一个U型 也可以说是一个圆形 如果说我连接的话呢 就是一个圆形 那么 因为这边 我们有了胡子遮挡着 所以呢 就不需要再画 圣诞老人的 圆形的肚子 我们就画一般 OK 这边 对齐 过来这边 OK 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画 圣诞老人的这个 肚子呢 它那边会有穿这个 附带 所以在这边 所以在这边 我先画一个 嗯 细方形 OK 好了之后 我在这边 再画我附带的 这个 它体 这边的厚度 当然 有一些线条 不要的呢 我们呢 就用蕊子擦 擦掉 OK 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 裹带 就从这边 OK 做一个记号 然后 往上画 OK吗 好了之后 我们 接下来 啊 就来画 圣诞老人的衣服 他的这面衣服 肚子 然后呢 这边就 铺带绑着 下面呢 他有下面的衣裳 OK 所以呢 就在这边 中间 好 我们就给他两边 开出来 所以就这样 看 OK 当然 圣诞老人的衣服 我也给他有一些毛绒绒的 就像我们的圣诞老人的帽子这样子 所以这边 所以这边 我就画一个厚度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啊 先画 圣诞老人的手 好 我们画他的手臂 所以他手臂呢 我当然就是从他身体这边出来 那么他脸很大个哦 所以这边就不用画了 这边就从这边脸开始 这样子 我们的手臂呢 就圆 所以这边要有一些弧度 然后 过后 我们再画这边的手 OK 这样子 过后呢 尾式一样 他的衣服呢 有一点毛绒绒的 OK 这样子 OK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画圣诞老人的手 他的手呢 我们呢 就先在这边画一个 幼稚形 还是一个半圆形也可以 但是他是比较长 因为我们的手掌 我们的手掌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呢 我们先这样子画 好了之后呢 我们才加我们的拇指 OK 所以在这边 我们呢 就加上拇指 这边 再画我们的手掌 他穿着手套 所以 好了之后 我们的手指呢 有 一二三四 四只 所以这边有一条线 两条线 三条线 OK 所以在这边 OK 那么另外一只呢 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先画一个 手板 好了之后 我们再画拇指 过后 我们再画手指 好了之后呢 不要的线条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 用一泪则擦 擦 OK 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再画我们的这个 双脚 我们的双脚 我们的双脚 我们就画我们这个 圣诞老人就是肥肥矮矮的 所以呢 这边呢 他的脚就是短短就好了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画他的肥肥的脚 OK 他的脚就是很开心 这样子 这样子 好像在奔跑这样子 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画他穿的鞋子 这边呢 像那老人的鞋子 我就以这个 妥严型来代替 过后 我才来修饰 他的形状 这是我们的 圣诞老人的鞋子 OK 好了之后呢 我说 你要他的鞋子 这边呢 有稍微 凹进来的 就这样画啦 当然 我们修饰了形状之后 不要的鞋就擦掉 这样子就不会这么乱 OK 然后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画这个鞋底的线条 OK 那么呢 另外一边脚呢 同样我们呢 同样我们呢 也是 以 妥严型 长的妥严型 来代替鞋 好了之后 再 这样画 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试试 形状 OK 所以不要的鞋 所以不要的鞋 我们就擦干净 之后 再画鞋子 鞋底的线条 OK 我们的圣诞老人 就出来啦 OK 小朋友们 我们的眼睛 这边呢 老师有做了一些改变 我们的眼睛呢 也可以画成这样子的 OK 那么小朋友们 你们要记得哦 我们在下笔画画的时候呢 尽量 放轻你的手里 那么老师在这边呢 老师会用的比较 重力一点 因为我怕你们看不大 所以你们在家画的时候 尽量轻力一点 OK 这样子呢 才不会伤到你的脂 然后呢 我们在改图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 那么呢 下一期老师将会教导 同学们 如何去用水彩 来彩绘 这个圣诞老人 下次见